各位在場的阿公阿嬤還有各位長輩 大家早 大家好 好 我是社會局主秘湯文綺 今天非常高興代表我們社會局 來參加我們贏德的十週年的慶生活動 其實今天的Slogan真的下得非常的好 叫做十年耕耘十足用心 真的是我剛聽到楊總裁在上面的話 我真的覺得在座的各位真的非常的幸福 其實要達到萬歲 我真的覺得現場已經好幾千歲了 真的 所以以後如果每一位長輩 我們都可以上來參加那個打擊的表演 其實達到萬歲 我相信很快就可以達到了 真的 兩年前我曾經去日本參加過 我們的類似這樣的長遭中心 我今天來到宜德 我真的非常感佩在楊總裁 辦理的我們的理生體系 還有我們宜德體系 創造了這樣的一個宜德中心 我們這個地方真的不輸日本 這已經十年了 我兩年前去看日本的一些養老機構的時候 其實他會帶我們參觀的 因為我們是官方的行程 那些機構都是非常他們的機構 我們才能夠去參觀 可是今天 伊德真的已經勝過他們了 所以在楊總裁這樣子的一個理念之下 我相信楊總裁也聽到了 以後還有三代的功率 我們比日本的老人幸福 真的 我真的替在場的各位 非常的感到 真的是 我覺得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啊 未來是一個高齡化的社會 我們長到的工作有更多要做 那非常 呃 魯祖德老人的長照中心 也是我們在座的 他有一個敵人居 所以真的 我們非常的 卡佩一樣 從來的理念啊 那 那縣佛團隊在我們的老人福利 也真的非常的重視 其實老人的福利的運算 已經在整個社會的運算 是將近四成的 非常的高 我相信未來會還是會再提升 不過以我們社會局的運算 六十億來講 三十億都是花在老人的身上 這是一個非常高的利用 那我們縣佛團隊非常努力 我們會繼續的在努力 那也希望大家給我們 縣佛團隊更多的一個支持 那最後一度在座的各位長輩 身體健康 和家庭 那也一度今天的活動 圓滿成功 謝謝大家 非常謝謝 他們主力 跟主力報告 我們真的是非常用心 因為我們今天 將大瑜臉上的院長 我們龍臺臉上的院長 也都到現場 希望在醫療的方面 也給我們所有的長輩 最好的一個back up 那我們接下來 最重要的是要進行 今天的一個十星級的愛情交灌儀式 那在這裡呢 工作人員準備在當中 我也在為大家補充介紹 今天的貴賓 剛剛到場呢 是聖宏醫藥公司的 楊歐仁 楊董市長 歡迎 還有非常感謝龍臺愛樂團 閒樂團的總監 陳一秀 陳總監 以及副會長曾前智 曾副會長 他們也是一直以來呢 經常來這裡的義務 為我們演出 那接下來呢 這個象徵著我們十全十美的 十星級愛心交灌儀式 跟大家說明一下 什麼叫做十星級的服務呢 就是 關心 用心 細心 貼心 真心 開心 放心 歡心 窩心 還有 甘心 那我們要邀請我們今天的貴賓呢 一起上台 幫我們手持這十個 用心 我們非常用心的 為大家服務 那也希望藉由這個象徵儀式 再次的宣誓 我們民生醫療團隊 還有 儀德團隊 服務長輩的用心 好 那我們就請我們 楊董市長跟 林董市長呢 站在台下 那麼其他我們的貴賓 請站到台上 因為我們台下還要邀請 我們的家屬代表 我們今天呢 在場的住民 有好幾位的壽星 我一一為大家介紹 其中還有幾位呢 已經高齡90了 我一一為大家介紹 我們今天資深住民代表 也請 我們的林業奶奶 跟大家揮揮手 首先介紹 我們的 江波四妹阿嬤 江波四妹阿嬤 是不是跟大家揮揮手 請大家掌聲 歡迎他們 他是我們今天的壽星 還有我們的 黃瑞妙阿嬤 高齡96歲 我們的黃瑞妙阿嬤 在哪裡 好 我們的 許承阿秀阿嬤 也是今年 83歲 還有我們的 秋流玉金阿嬤 今年79歲 我們的 瑤麥錫美阿嬤 75歲 福文寶 爺爺 80歲 還有我們的 楊宣 阿嬤 今年高齡90 還有我們的 郭承平阿嬤 也是今年高齡91歲 那麼我們 可以看出我們今天資深的 代表 也 然後是我們的 劉簡舟 劉爺爺 劉爺爺在哪裡 是 是跟大家揮揮手 他也是今年 高齡90歲 好 我們呢 要非常歡迎 今天住民 還有我們的家屬 以及各位來自社區的夥伴 我們一直以來 非常關心 我們宜德養護中心 每一位長輩的 這些好朋友們 一起到現場來 那 我想今天呢 這個是一個 非常特別的日子 我們的那個